各位早上好 欢迎继续加入第二个小时的凤凰早班车 带您关注今日头条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19号在湖南省常德市进行考察 习近平先后考察了常德河街 顶城区谢家铺镇 港中平村 了解历史文化街区修复利用 城市水环境综合治理和春耕贝耕 提升基层治理效能等情况 习近平在湖南省常德市考察了常德河街 了解历史文化街区修复利用 城市水环境综合治理等情况 位于川子河东段的常德河街 历史上是繁荣兴盛的大码头 2016年 常德市复原老河街公贸 建成以老常德时期河街为原型的常德河街 打造及旅游商业文化历史 与一体的记忆骨街 展示常德高枪 常德思贤等 常德当地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当天下午 习近平来到常德市顶城区 谢家铺镇 粮食生产万亩综合事贯片区 走进水稻田边 查看央苗培育和土地翻耕情况 并同重粮大户 农迹人员 基层干部和村民 亲切交流 详细询问春耕备耕等情况 习近平强调 抓好春耕备耕 对于确保粮食封产和粮食安全至关重要 各地区各部门要压实责任 确保春波面积 细化春季田间管理 保障农资充足供应 强化农业社会化服务 在两种粮法 粮鸡 粮田 深度融合上下大功夫 落实好强农汇农 赋农政策 保障农民种粮收益 充分调动农民群众种粮积极性 为全年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 开好头 起好步 中国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18号的下午在湖南省长沙市考察调研 习近平当天考察了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城南书院校区 了解学校用好红色资源 坚持利得数人等情况 这里是中国现代师范教育的摇篮之一 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策源地之一 更是毛泽东思想的萌芽地 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源地之一 随后习近平又来到中德合资的 巴斯夫山山电池材料有限公司 了解当地加快发展新制生产力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情况 这家成立于2021年的公司 目前致力于创造正极材料化学新作用 追求可持续发展 凤红卫视综合报道 香港立法会19号恢复二读辩论 全体委员会审议及三读 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草案 最终全体议员表决通过 是香港落实维护国家安全限制责任的重大举措 具有里程碑意义 有89人出席 有89位赞成 全票通过 我宣布议案获得通过 19日早 香港立法会加开会议 恢复二读辩论 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草案 开启立法程序的最后一个阶段 随后经过全体委员会审议及三读 条例草案最终经过表决后 正式通过 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在发言时 感谢所有立法会议员 以及香港市民大众对于立法的支持 同时表示这次立法因已深远 他将会和香港国安法 其他相关的本地法例 以及现行维护国家安全的机制 相互相成 形成一套全面而有效的 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 在此之前的一个星期内 立法会共进行了22次 44个小时的密集式会议 高校顺利地完成了涉及181条条文 与相关修订的审议工作 而19日当天的议程 同样密集紧凑高校 恢复二都编论从早上9点钟开始 88名议员先后发言 一般都在5分钟内 除广多话外 有部分议员以英文和普通话发言 所有议员全部支持立法 议员们表示能参与审议通过立法 是光荣的历史使命 相关立法是必须立尽快立 不仅是限制责任 也是实际需求 相信这次立法能够与香港国安法 共同构筑起维护国家安全的有效屏障 所以这次的国家安全立法 比起我21年前的时候处理 是肩负更大的责任 我们有这个责无庞财的 限制的责任 很高兴今天可以旅行 希望我们有实际的需要 如果我们是立了法的 2014年 我相信我们不会出现了 79天的占中 经过7个小时的辩论 下午4点钟左右 草案通过二读表决 随后马不停蹄进入 全体委员会试一阶段 就草案的一些细节 继续进行讨论 表决政府提出的91项修正案 下午6点多钟 条例草案进入三读 最后阶段立法会主席 也破例进行投票 最终全票通过法案 行政长官李家超 也根据议事规则 随后出席了会议并做发言 他表示立法后 稳定安全的投资环境 将会吸引更多投资 而港府也可以全神贯注地 改善民生 凤凰卫师赵龙香港报道 香港立法会三读全票通过 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草案后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 进入会场发言 宣布签署维护国家安全条例法案 并且将会自3月23号起 正式刊献生效 立法会主席 将在2024年3月23日正式生效 李家超也强调本次法案通过是香港特区第六届政府和第七届立法会 终于共同完成光荣实命的历史时刻 基本法第23条立法的限制责任和历史使命终于完成 国家安全得到有效保障 香港立法会19号三读通过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草案 全体89名议员全数表决支持 包括立法会主席梁军燕也破例投票 梁军燕解释 本次全体议员辛苦审议条例一致赞成 也值得他参与投票 让法案有一张完美的成绩表 第七届立法会 今天就基本法第23条立法的审议工作 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同时是也都代表香港踏入一个新的一页 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 是得以完善 确保了香港今后能够在更安定的社会环境下 集中精力剃造一个更繁荣的香港 同时为国家的高质量发展出力 梁军燕在三读通过条例草案后表示 本次审议过程公开透明 过程高智高效认真 显示行政立法关系的良性互斗 审议制速达至新高度新标准 为日后的法案审议起良好的示范作用 审议条文时政府也从善如流 接纳议员提出多项建设性的意见 令法案更完善 同时彰显了行政立法目标一致 不乏协调 齐心为香港打拼 香港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草案19号三读通过 香港特区政府多位的官员表示 百感交集 深感振奋 同时也强调完成立法是香港逐牢 国安屏障加速发展的新起点 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祥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 草案三读通过就像看到亲生儿子出世 心情百感交集 而过程也可为是尝尽酸甜苦辣 田代表香港终于填补上了 维护国家安全缺口 社会踏实向前 酸包含了团队为了早一日立法付出的心酸努力 苦代表立法经历超过20年波折同苦难 辣则表示不论面对多狠辣的抹黑同工机 都毫不畏惧 竭力反驳 如今排除万难 完成这一项历史任务 深感于有容烟 香港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 国安家好攻守兼备 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草案三度通过 标志着香港特区切实履行限制重任 也标志着全港上下坚定保家卫国的坚定信心 使命光荣意义重大 同时他也特别感谢立法会议员 连日来专业高校审议法案 与特级政府携手引领香港落实回归祖国 近27年以来未能完成的任务 他表示这不是维护国家安全工作的终点 而是在油制即兴新政策上 做好攻守兼备 踏上四个更好的新起点 一是要更好助劳国安屏障 他强调这套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所针对的 是属于极少数的危害国安不法制度和害群之马 对所有绝大多数的奉公守法市民 投资者和企业而言 生命财产和权利自由均会受到更稳妥的保障 此外要更好的聚焦加速发展 更好推动国安教育 同时还要更好地做出前占部署 他表示国际形势辩论交织 务必要继续警惕反中乱港势力 包括形形色色的软对抗 这次立法正正未雨绸缪 使得香港有需要时既能果断出售 防范和化解国安奉献 凤凰卫视赵荣香港报道 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19号 祝贺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条例顺利通过 认为是助劳安全根基加快油质集星 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指出 香港特区立法会全票通过维护国家安全条例 顺利完成基本法第23条立法 进一步落实特区维护国家安全的限制责任 实现了包括香港同胞在内的 全国人民期盼已久的共同愿望 在新时代新征程 一国两制事业发展进程上 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 港澳办对此完全支持和热烈祝贺 国安才能港安 国安才能加安 保国家安全就是保一国两制 就是保香港繁荣稳定 就是保外来投资者的利益 就是保香港的民主自由 就是保香港全体居民的人权和根本福祉 香港国安条例的制定实施 必将进一步驻牢香港发展的安全根基 推动香港加快实现油质集星 香港特区积极履行维护国家安全限制责任 充分彰显爱国爱港新气象 特区政府敢于担当 擅作擅成 立法机关尽职尽责 严谨专业 社会各界权力支持 积极参与 香港国安条例顺利通过 为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 推动一国两制实践 行稳致远 提供更加坚实的制度保障 全面有效维护国家安全 充分尊重和保障人权 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 在高水平安全保障下 香港定能实现高质量发展 和高水平开放 加快油质极新的 坑墙步伐 一国两制方针长期不变 香港的独特地位和优势更加巩扈 爱国者治港强大效能日益彰显 伟大祖国永远是香港的坚强后盾 香港特区国家安全立法的历程 再次证明 历史车轮滚滚向前 正义的事业是不可战胜的 任何反动势力都阻挡不了 一国两制事业前进的步伐 随着香港国安条例的制定实施 香港发展的安全根基必将进一步驻牢 香港油质极新的进程 必将进一步加快 香港一定能够实现更好发展 创造更大辉煌 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中 发挥更大作用 不断谱写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 崭新篇章 凤红卫视综合报道 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区联络办公室 发表声明表示 香港立法会通过 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草案 是香港回归祖国以来 有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 中联办表示 立法标志着香港特区 有效落实基本法第23条规定的限制责任 阻牢香港长治久安和稳定繁荣的防护墙 将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 香港优质极星的前景更加光明 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 也热烈祝贺立法通过 指香港特区政府及立法机关 以高职高效完成立法程序 顺应人心所向 众望所判 立法为香港维护国家安全 量身打造 坚强铠甲 为香港实现 优质极星 提供坚实支撑 展现爱国者治港新气象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公委负责人 19号就香港特别行政区 制定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发表谈话 法公委负责人表示 香港特别行政区 制定维护国家安全条例 是香港特别行政区 落实维护国家安全限制责任的 重大举措 是全面履行维护国家安全法定义务的 切实成果 值得充分肯定 维护国家安全条例 进一步建立健全维护国家安全的 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 为依法防范 制止和惩治 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 提供了有利法治保障 有利于全面准确 坚定不移 贯彻一国两制方针 有利于依法维护香港居民 和其他人的合法权利和自由 有利于保持香港特别行政区 长期繁荣稳定 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立法过程 经过了香港社会广泛深入的公众咨询 和立法会认真全面的审议 条例草案经过修改完善后 获得立法会全票支持通过 这充分体现了维护国家安全条例 具有广泛社会基础 根据香港基本法有关规定 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 需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根据有关法律规定 全国人大常委会收到报送备案的 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后 将由有关工作机构 依照法定职责和程序进行审查 适时向全国人大常委会 报告备案审查工作情况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发言人 19号发表谈话表示 香港特区立法会全票审议通过 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具有里程碑意义 国安才能港安 国安才能加安 而这次立法为香港长治久安 一国两治 行稳致远 逐起新的法治长城 发言人指出 本次的立法是香港特区落实基本法 全国人大有关决定 和香港国安法规定的限制责任和义务 进一步的健全 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法律制度 和执行机制的一项重大标志性工作 具有坚实的法理基础和迫切的现实需要 发言人表示 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立法程序严谨规范 而立法的内容科学合理 罪行要素 界定清晰 刑法轻重 宽延适度 兼顾维护国家安全和保障权力自由 及经济发展的平衡 符合国际法和国际通行惯例 条例与香港国安法 先接互补 有利堵塞香港特区 维护国家安全法律漏洞 构筑起维护国家安全的坚实屏障 新华社评论员指出 香港特区立法会19号 全票通过维护国家安全条例 夯实香港发展安全根基 推动一国两制实践 行稳致远 新华社评论员指出 香港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的制定实施 必将进一步夯实香港发展的安全根基 推动一国两制实践 行稳致远 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是一国两制方针的最高原则 新通过的香港国安条例 对基本法第23条规定的 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 做了规管 并适应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的实际 需要完善了相关制度机制 使香港特区能够全面有效防范 制止和惩治危害国家安全的 行为和活动 香港国安条例的制定 获得广大市民和社会各界的支持 彰显香港迈入 游质及新新阶段的 爱国爱港新气象 法案审议依法易规 严谨务实 充分体现特区迈向 良政善治的新风貌 香港国安条例 在维护国家安全和保障权力自由 及经济发展之间取得了良好平衡 23条立法顺利完成 将为香港改善营商环境 提升竞争优势 提供坚实保障 并以高水平安全保障 香港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开放 香港国安法制定 实施三年多来 香港市民和国际社会 对香港的信心指数持续回升 国际机构对香港营商环境评价 正面积极 相信在中央大力支持 和香港社会各界共同努力下 香港加快实现 游质及兴的基础将更加牢固 独特地位和优势会更加突出 爱国者治港强大效能会更加彰显 一国两制成功实践 必将谱写出更加精彩的芯片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马上还有更多焦点 待会见 我们是需要关注到 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草案 周二是在香港立法会三读通过 香港律政司司长林定国 在接受我们凤凰卫视专访时 用既紧凑又严谨 来形容这次的立法过程 对于香港社会未来发展 具有重大意义 香港律政司司长林定国 在接受凤凰卫视独家访问时 用既紧凑又严谨 来形容这次维护国家安全条例 立法的整个过程 在香港回归祖国近27年后 维护国家安全条例 在立法会正式通过 标志着特区旅行限制责任 完成这个县制责任 对于真是能够全面准确 去落实一国两制 法律层面上来说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步 其实你有一个安全的环境 对于推进社会的发展 其实是很紧要 甚至是一个前提 凤凰卫视 金小飞 香港报道 香港立法会主席梁军燕 也接受凤凰卫视的专访 他对立法会三读通过条例草案 感到光荣和兴奋 作为程序把关人 他强调 这次立法是他见过 制宿最高的审议过程 香港立法会主席梁军燕 接受本台专访时表示 对终于完成香港回归约 27年来的限制责任 感到光荣和兴奋 在今时今日 在第七届 尤其是我当为立法会主席 能够和我们一班 八十几个议员 一起去审议这条法例 当然是感到光荣 和一个历史任务 是兴奋的 梁军燕表示 他作为立法会主席 是程序把关人 这次立法审议程序 争分夺秒 但全部符合法例 过程公开公正 是最高制宿的审议过程 梁军燕认为立法完成后 香港可聚焦发展经济 改善民生 但并不能掉以轻心 其实这条法例 只是锁好个枪 锁好个门 不断的恶势力 都会试图挑战这件事 作为香港第一件事 要守好国家的防线 凤凤华威士卢西文 香港报道 香港维护国家安全条例 将会在本月23号 就要生效 截至目前为止 条例草案早前是由 法案委员会加班进行 逐条审议 主席廖长江为成功立法 感到很激动 他重申相关的草案审议 是罕见的高效快速 但程序绝对正当 审议也绝对严谨 香港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草案 或立法会全票表决通过 条例将于本月23号正式生效 早前立法会法案委员会 历经约40个小时 马拉松市 加开超过20节会议 逐条审议条例草案 如今成功立法 委员会主席 立法会议员廖长江 心情激动 心情非常激动 也感到非常光荣 拖欠了这么久的一个必答题 我们到现在才能够完成 这个宪制责任 和我们的法律责任 因为我们是要对 全中国这么多同胞 是要负责 这个是国家安全 不是香港安全 所以我们都是有一个 路德上的责任 如此高效的审议 廖长江说 这是香港立法史上 罕见的速度 也足以证明立法的迫切性 法案委员会 是这样这么密集式 就是日日都开会 还有是这样 就是每日开八个钟头 是这样的 就是这样的经历 我就没试过的 压力非常之大 因为是那个压力 不是一个政治压力 是一个时间的压力 因为我们一定要是 左日低日去 尽快完成这个审议工作 他强调 之所以要快 是因为国家安全风险 一直存在 威胁着香港 乃至国家的稳定发展 立法等不起 而各位立法会议员 众志诚诚 立法也没必要等 对于有人担心速度太快 会导致审议变得草率 廖长江回应 相关立法程序绝对正当 对条例草案的审议 绝对严谨 现在我们是有91条修正案 91项修正案 91项修正案 大部分都是由委员去提议的 我认真程度 这里可见一班 第一 第二 就是最少有两条问题 两条审议 条文都超过一小时 这件事 我不单止我没经历过 是闻所未闻的 只有其他的条例草案 超过每条 超过半小时审议的 是很多 此外他还提到 自己作为主席 没有在审议中提出过 一次相关性裁决 反映委员们在审议中提出的问题 都仅扣条例草案 言之有误 廖长江相信 在这样的严谨态度下 所定立的法例 也会是管用合理的 一定能在未来 有效维护国家安全 凤凰卫视陈其曼 香港报道 曾主管香港国家安全工作的 香港警务处 前副处长刘慈慧 接受本台独家专访 表示相信新条例 与香港国安法能有效互补 更好打击更多 危害国家安全的人事及行为 同时对公众发挥教育作用 防罪于未然 香港过往多次动乱 使得名不聊生 尽管在香港国安法颁布实施后 社会一度安宁 但国安风险依然暗流汹涌 刘慈慧又指新条例提出了多项香港国安法 为涵盖的罪名 例如判国罪等 相信两部法例互相补充 双管齐下 可令警方等执法部门 更好打击更多危害国家安全的人事及行为 维护国家安全条例 也都有一个好的作用 就是一个教育作用 我觉得大家都要去认识这条法例 认识这个法例应该 怎样作为一个香港市民 在这条法例的立了法之后 我们应该怎样做去守法 凤凰卫视陈其曼香港报道 新界商议局在19号发文表示 对于立法会三读通过 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草案 新界商议局表示热烈祝贺和坚决支持 新界商议局说 自草案提交立法会以来 法案委员会进行超过40小时的审议工作 官员和议员群策群力 日以继夜的审议条文 充分体现行政与立法机关的良性互动 在这个重要的历史时刻 新界商议局也坚定支持 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草案 通过实施以全面维护国家 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 让香港顺利的迈向新征程 全力拼经济谋发展惠名声 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草案 旨在全面落实基本法第23条 所规定的限制责任 基本法第23条 本身原文都包括了哪些内容 完成维护国家安全条例 立法程序之后 对香港特区又有着怎样的意义呢 一起了解一下 香港基本法第23条 是基本法中第二章 中央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关系的最后一条 内容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应自行立法 禁止任何叛国分裂国家 煽动叛乱颠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窃取国家机密的行为 禁止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进行政治活动 禁止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 与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建立联系 而香港回归后 首任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 曾于2003年 推出国家安全立法条文条例草案 但因香港民间人权阵线筹办游行反对立法 董建华同年宣布撤回草案 2019年香港黑豹发生后 如何维护国家安全社会稳定成为更迫切的议题 2020年香港国安法颁布实施 全国人大会议并督促香港尽快完成基本法第23条立法 而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就是落实基本法第23条本地立法工作 2023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上任后订立时间表 并在2024年施政报告中指出 将于年内完成立法 李家超指这是香港的限制责任 完成立法工作刻不容缓 广卫视胡星纯香港报道 外交部驻港公署对英国外相卡梅伦 有关香港特区通过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的言论 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外交部驻港公署发言人认为卡梅伦的言论是抹黑立法 贬损特区民主法治 诋毁一国两制 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中方敦促英方摆正位置 正式现实 放弃在香港延续殖民影响的幻想 停止以任何的方式干预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 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发言人也回应说 英国有方有关的言论是歪曲事实 颠倒黑白 粗暴地干涉中国内政 中方坚决反对 强调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 英方没有资格说三道四 中方也敦促英方停止对香港基本法第23条立法的无端指责 停止以任何借口干涉中国内政 马上华有更多焦点 待会见 欢迎回来 路透社19号引述消息人士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或将于5月访问中国 根据知情人士透露 普京5月或将前往中国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 这可能是普京在新任期内的首次出访 普京18号在俄罗斯2024年总统选举当中胜出 赢得新的6年任期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8号表示 普京在选举后的首个外访国家已经确定 克里姆林宫将会及时的发布此次访问的有关消息 欧盟领导人会议将会在21号就要举行 预料将会讨论利用俄罗斯被冻结资产收益 来援助乌克兰的方案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 伯雷利19号表示 方案是利用俄罗斯被冻结资产所产生的收益 其中90%通过欧洲和平基金为乌克兰购买武器 其余10%转入欧盟预算 用以增强乌克兰的国防工业能力 俄罗斯被冻结的资产大约有2600亿欧元 据估计直到2027年 可能会产生150亿至200亿欧元的税后收益 方案将会提交到21号举行欧盟峰会讨论 俄方已经多次强调 西方国家任何利用俄罗斯被冻结资产 来援助乌克兰的企图都是非法的 俄方将会做出回应 乌克兰国防联络小组会议19号在德国举行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在会议上重申 美国将继续向乌克兰提供必要的安全援助 尽管美国军方依然严重透支 美国此前仍宣布将通过军事合约所节省的开支 向乌克兰提供价值3亿美元的军事援助 出席会议的还有其他50多个国家及地区的代表 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也在会上宣布 将对乌克兰提供价值5亿欧元的军事援助 并提供10万发炮弹 从今年开始交付 而加拿大国防部长布莱尔表示 加拿大会资助捷克为乌克兰购买80万枚炮弹的计划 将为此提供近3000万美元的资金 还会向乌克兰捐助约500万美元的夜市设备 法国总统马克龙日前曾表示 不排除向乌派遣援军的可能 俄罗斯对外情报局19号称收到消息 法国准备派往乌克兰的第一支特遣队 在最初阶段部队的规模将达到2000人 俄方强调任何派往乌克兰 帮助乌克兰对抗俄罗斯的法国军队 都将成为俄军的优先打击目标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再关注是以色列的军方 持续对加沙地带发动袭击 至于新一轮的加沙停火协议谈判 在卡塔尔也重启 卡塔尔外交部就表示 预计以色列方面很快会对哈马斯 提出的新停火协议方案做出回应 目前对谈判持审慎乐观的态度 以色列国防部19号发放视频称 以军在加沙南部汉尤尼斯 突袭哈马斯汉尤尼斯旅 副营长克拉布使用了建筑 并在建筑内发现大量武器 以军借助情报和空中支援 击毙了建筑内的四名哈马斯武装人员 其后通过空袭摧毁整栋建筑 以军的行动至今已造成 超过31000名加沙巴人死亡 联合国表示以色列阻碍和限制 人道援助进入加沙的行为 强当于利用饥饿作为战争手段 可能构成战争罪行 又指以色列作为加沙的占领国 有义务确保向加沙居民 提供相应的食品和医疗服务 并为人道主义工作提供便利 联合国强调加沙目前的危机是人为的 敦促各方向以色列施压 以促进加沙的援助工作 避免发生饥荒的风险 以色列政府就称 正为人道援助行动提供便利 反指援助数量和速度方面出现问题 应由联合国和救援组织负责 新一轮加沙停火谈判 正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 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 安萨里19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预计以色列方面 很快会对哈马斯提出的 新停火协议方案做出反馈 不过现在讨论谈判会否取得突破 则为时尚早 不过卡方对谈判持谨慎乐观态度 安萨里并表示 率领以色列代表团的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局长巴尼亚 已经离开多哈 不过技术问题团队仍在多哈进行磋商 另外安萨里也重申 目前有大约150万巴勒斯坦人 即在加沙10%的地区 警告如果以军队拉法展开任何攻击 导致局势升级 必将对谈判产生影响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由总统拜登和国会的领导人19号宣布 他们已经就本财年的最后一步预算法案达成协议 现在需要国会以最快速的速度来通过法案 要避免政府部分关闭 拜登周日上午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与国会领导人就全年声音播放法案的前进方向达成协议 众议院和参议院现在正努力敲定一项 可以迅速提交会议的方案 如果法案在国会通过 他将立即签署 众议长约翰逊表示 相关委员会目前正在起草法案文本 将尽快提交众议院和参议院全体会议审议 众议院少数党领袖杰弗里斯也发表了声明表示 在接下来几天内起草法案完成后 国会将投票考虑法案 这样行动是在本财年已经过去接近6个月后才采取的 而国会在通过预计总额约为1.65万亿美元的支出法案方面 仅完成了一半 议员于3月初通过了第一部分支出法案 占全年可自由支出的30% 现在议员们的注意力集中在更大一览子计划上 法案旨在为2024年度剩余时间提供资金 预算法案预计将为五角大楼提供8860亿美元 它还将为卫生与公众服务部 劳工部和其他部门提供资金 预计法案文本可能在周二晚间发布 众议院的72小时规则意味着众议院要到周五晚才会审议法案 也就是在资金到期前几个小时 因此院讯可能必须要通过简化的程序来提出法案 已跳过72小时规则 但就需要三分之二的支持才能通过法案 预计大多数反对票将来自于共和党人 他们对总体支出水平 以及一些保守派寻求的政策授权的缺乏 持批评态度 如限制堕胎 取消联邦机构内的多样性和包容性计划等 冯红卫视张备元姚依伟 华盛顿报道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19号 反对支付近5亿美元的保证金 称可能不得不采取极端的措施 来支付下周到期的保证金 包括要出售房产 而在社交媒体上 特朗普指责纽约州总检察长詹姆斯 和法官恩格伦的政治迫害 并且承诺为推翻判决而战 特朗普周二表示 他被要求在纽约民事欺诈案中 支付巨额保证金是违背宪法的和非美国的 他还表示 必须采取极端措施 才能支付下周到期的4.64亿美元保证金 例如以低廉的价格出售他的部分房产 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平台上 抨击纽约州总检察长詹姆斯 称遭到了他的非法政治迫害 他表示被民主党控制的法官设定 这种规模的保证金是违宪的 非美国的前所未有的 对任何公司来说都几乎是不可能做到的 特朗普还在另一天帖子中 抨击了曼哈顿最高法院法官恩格伦 声称恩格伦试图剥夺其上诉的权利 恩格伦希望他支付数亿美元 来获得提出上诉的权利 特朗普表示 为了支付如此巨额罚款 他将被迫抵押或以低价出售大量资产 他表示 这起民事案件是由拜登精心策划的 并承诺将为推翻判决二战 此前一天 特朗普的法律团队通知法院 特朗普无法支付4.64亿美元的 民事欺账案保证金 律师团队指出 不可能拿出全额保证金 因为只有少数担保公司获得官方批准 可以承担这么高的保证金 而且许多公司都有内部政策 不允许同意超过1亿美元的担保 特朗普的法律团队还表示 部分问题在于特朗普不能将财产作为抵押 特朗普集团虽然拥有强大的流动性 但他没有10亿美元的现金或现金等价物 特朗普目前正在对判决提出上诉 但随着这一过程的进行 他需要支付的总金额将继续增加 凤凰卫视网启华盛顿报道 稍后回来一起关注财经方面的消息 一会儿见 欢迎回来 美股三大指数周二起步上扬 新变股英伟达披露新的产品定价 还有出货的计划 也带动了公司股价的回升 现在投资者就观望美联储的议息结果 以寻找利率政策的线索 详情来看住纽约记者发挥的报道 周二华尔街投资者主要是在等待美联储的 最新议息决议三大股指全线收涨 那其中纳指早盘一度下滑 但是伴随着五盘之后 十年期美债收益率下降 那这是为科技股成长股 释放了部分成长空间 那最终纳指是收盘转涨 那期货工具显示 目前99%的投资者都预期在周三 美联储将会按兵不动 但是上周的通胀数字有所上升 这是让投资者需要对 美联储是否会释放一定的鹰派信号 保持警觉 点阵图将成为关注焦点 因为市场想要了解 美联储何时开始降息 将会降息几次 那我们看到标普十一大板块 周二主要是以能源 公共事业和消费者非必需品板块领涨 而通讯服务板块是唯一下滑板块 芯片股普遍表现不佳 周二费成半导体指数下滑1% 那英伟达的股价是坐上过山车 早盘下挫 但是最终多头占上风 最终收涨1%左右 华尔街分析师其实对英伟达周一公布的 最新芯片Blackwell是持普遍乐观的态度 富贵银行分析师将英伟达目标股价 上调至970美元 而投行高盛是上调至1000美元 另外我们来关注一下 英伟达的主要供货商之一 超微电脑的股价则是暴跌近9% 这主要是受到公司增发股票的影响 而消费品巨头联合利华的股价 周二是上涨2.8% 公司宣布了重大的重组计划之一 将包括梦龙等冰淇淋的板块业务分离出去 那投资者是欢迎这一举措 其他资产方面对于俄罗斯原油供给的担忧 是让国际原油价格是持续的攀升 接近四个月来的新高 布伦特原油涨0.6%至每桶87美元 抖制新年油涨1%至每桶83美元 黄金的价格是下跌了0.2%至 美昂斯2160美元 凤凰卫视陈飞飞纽约报道 中国联通19号是在香港召开发布会 公布2023年度业绩各项成绩亮眼 其中营业的收入达到3726亿元人民币 盈利187.3亿元 按年提升近12个百分点 由于用户结构持续优化 联通去年5G套餐用户渗透率接近8成 中国联通公布2023年全年业绩 其中多项数据亮眼 营业收入同比提升5% 达到3726亿元人民币 盈利187.3亿 按年升近12% 持续双位数提升 全年配息33.66分 按年升近23% 现金分红水平创新高 中国联通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陈忠岳表示 得益于公司通讯业务的网络基础完善 联通在村以上地区约99%多有4G 相当部分的城镇地区有5G 有信心2024年营业收入保持文件增长 利润录得双位数增长 2023年联网通信业务稳中有进 约占到公司主营收入的四分之三 目前公司联网通信用户的规模 已经突破11户 5G渗透率提升12个百分点 达到78% 宽带用户竞争规模 创近十年来的新高 总量达到1.13亿户 随着5G网络覆盖日增完善 中国联通将投资重点 由稳基础的联网通信业务 转向高增长的算网数字业务 中国联通高级副总裁梁宝骏在回答 凤凰卫视记者提问时表示 联通云在政务 医疗 交通 教育等领域应用场景广泛 期待今年能继续保持强效竞争力 我们在广东 整个粤港澳大湾区的 同算 制算 超算的 一体化调度平台 就是中国联通提供的 联通云的7.0版本 已经具备了 百万和超大规模算力调度的能力 千万并发的超强负载能力 百万输入输出 IO的超高聪储能力 这是我们最大的底气 中国联通表示 得益于公司通讯业务的 网络建设完善 如今的资本开支已实现拐点 今年全年固定资产投资开支 将减少12% 控制在650亿人民币以内 其中算网数字投资 则将坚持适度超前 加强布局 凤凰卫视王雨婷香港报道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河北初中生遇害案 引发了社会对于 预防未成年犯罪的高度关注 有长期从事青少年犯罪研究的学者指出 以刑罚威慑犯罪作用有限 当前迫切需要进一步的完善 少年法律制度 家庭 学校 政府三方也要早期的干预 防止极端恶性事件的发生 近年来内地未成年人犯罪呈上升趋势 低龄未成年人占比也有所增加 2023年检查机关受理审查起诉 未成年人犯罪9.7万人 其中不满16周岁未成年人犯罪约1万人 盗窃 强奸 抢劫 聚众斗殴 寻衅滋事等 5类犯罪占比近7成 华东政法大学青少年犯罪研究所所长高维俭认为 虽然刑罚可以产生威慑作用 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更重要的是追本溯源 关注犯罪原因 被害原因 以及相关的社会环境因素 这种年幼的孩子 他犯罪 实际上有很多的 这个生理上的 社会上的 心理上的这种原因的 这些原因因素不解决 仅仅通过刑罚的惩罚 还是会显得乏力的 这实际上涉及到社会治理的问题 我们不能够说 只把板子打在犯错的未成年人身上 实际上未成年人犯错 他在他的成长过程当中 无论在家庭 学校 社会 包括网络 很多方面有他复杂的原因的 高维俭认为 当前迫切需要发展和完善少年法律制度 家庭 学校 政府要坚持预防优先 提前干预 防止极端恶性事件发生 最好的社会政策 就是最好的形式政策 所以我们国家的相关的法律政策 应当考虑更多的沉浸于 相关的社会政策 包含少年的福利政策 少年的保护政策 少年监护制度的完善 以及少年越轨的早期干预问题的解决 中国最高检在这个月初表示 正在研究制定 关于加强未成年人罪措行为 分级干预缴制的意见 对不同的罪措未成年人 采取责令严加管教 训诫 专门教育 专门缴制教育等 分级分类的干预措施 相关政策将在今年出台 学者也指出 专门学校对于预防未成年人犯罪 承担着重要职责 但目前来看 办学仍面临巨大挑战 冯凰卫视 周嘉新 钟明亮 北京报道 在北京市的东城区 19号的晚上7点左右 发生这起交通事故 当时有一辆黑色的机动车 驶入非机动车道 与多辆电动车发生碰撞 造成多人受伤 就在事发后 司机被控制 而伤者都已经被送往医院来救治 北京市交警发布公告指出 事故的原因 正在进一步的调查 这里就是发生事故的 交道口南大街的路口 在刚才发生这起交通事故之后 尽管路面上的 这些车辆已经被清晕完毕 而且经历过几分清早 不过路面上 还是残留着一些 当时发生过交通事故的痕迹 就比如说被一地的玻璃碎扎 虽然事故现场 已经恢复了正常的交通秩序 路面也不见交通事故的痕迹 但根据稍早前 多段内地社交媒体上 传播的视频显示 事故发生后 这一路段 有多台电动车倒在路面 多名电动车骑手 在地上不动 造势车辆在冲撞多人后停住 驾驶者留在现场 与民众发生口角 稍后肇事者被警察带走 随即展开的 还有现场的调查及伤员 急救转移工作 有多留在事故现场的市民表示 遭受冲击的民众 或许有伤情较严重的 有住在附近的居民说 事故发生后 除了警察和医生 现场还有环卫人员 对路面迅速进行了清扫 关于伤员去向 多位目击者指出 受伤市民已被分批 送往附近的北京中医医院 及陆军总医院 据了解 事故发生地位于北京市东城区 交道口南大街 与地安门东大街的交叉路口 附近有包括南鲁古巷 鬼街等在内的多个知名地标 加上两条交叉路 同时也是本地的两条交通要道 因而平日人流量较大 凤凰卫视 吉红营火中明亮 北京报道 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早班车 祝您开启全新一天 区域锁定我们各节新闻